最近跟一位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他问我,我现在一年赚十万,有什么好的投资渠道分享一下 那我就问他了,你有什么具体投资目标没有 他大手一挥道,说有,我打算搞点理财 现在基金市场那么火,捞一笔就跑,应该没什么问题 作为专业人士,听到这里我强忍着我内心的笑意 当然,其实这不怪,我所见过的几乎所有的非专业投资者 都是这个想法,捞一笔就跑 但问题是,这个市场哪来的那么多机会给你捞一笔就跑 所有人都赚钱,那谁亏钱呢,对不对 进去的时候想着是十万捞一笔就跑 指不定实际的结果升个零了 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人都在渴望着财富与金钱 而且想法还出奇的一致 都想着钱生钱,利滚利,快速致富 就算手上就那么五万块存款 也巴不得赶快变成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 但是呢,在这里我不得不给大家去泼盆冷水 即便是很好的理财计划 平均年收益率能够达到百分之十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年薪十万,假设几年省值钱用下来存了十万块钱 那么我们来算一下 假设年化理财收益有百分之十 长期通货膨胀我们按百分之四来估算 那么相当于实际收益率百分之六 那么根据复利的计算方法的话 本金翻倍大概要十二年 那么这过程中你还需要买房 买车,医疗,孩子的教育等 没完没了的开销等着你 十二年下来也许你赚的钱还不够你的花销 理财确实能使自己的财富增值 但很难使自己真正的变得富有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现在年入十万又年轻 那么投资的最佳方式就是自我投资 不要想着什么做理财投资 本分老师才会让你更加的充实 你现在一年赚十万就算存百分之三十 一年也不够三万块钱 但是有一天你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 年收入能达到五十万的时候 再去考虑理财 一年存下百分之三十都有十五万 本来对年轻人而言 就有两个天然的优势 时间和精力 自我投资不一定要花钱 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 自我提升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当然在这个全民创业的时代 你也可以把自己投资的方向 锁定在学习和积累更多的创业经验 说不定将来自己也能成为小小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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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